由于月亮的公转轨道是一个椭圆 原地点比近地点远了大约五万千米 接近近地点的满月 比起原地点的满月面积要大14% 且亮度要高30% 不过由于地月之间的距离 远远大于月球公转轨道的微小变化 导致我们用肉眼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那里让并不罕见 月球正好过近地点 就是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 同时又是满月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手号叫做超级月亮 今天晚上是三个东西碰在一起比较罕见 就是月全石还有超级月亮和蓝月亮 月全石及月亮地球太阳完全在一条直线上 由于月亮的公转轨道是倾斜的 所以月球一般会出现在地球阴影的上方或下方 大约每年有两次满月时 月亮正好与太阳和地球排成一条直线 此时光芒完全被地球遮挡 不过仍有一些太阳光绕过地球边缘 经大气层过滤后 紫蓝绿黄光都被吸收掉了 因而在月球上投射出一种奇异的红光 所以月全石也被称为雪月 在一个东方的天空 东方到头顶的天空比较开阔的地方 可能可以比较好的欣赏这次月全石 7点48分开始开始月十日 但是全石的话是20点51分 也就是8点51 然后会持续一个多钟 谭尾介绍本次月全石开始于北京时间20点51分 持续一小时16分钟 在这段时间内 只要天气好 全中国都可以欣赏到雪月 另外这次超级雪月又被称为蓝月 和月亮颜色可没关系 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 平均2.7年发生一次 超级月亮雪月蓝月 三者本身并不是非常罕见 但三者叠加却是一大天文奇观 上一次出现还是在1866年3月31号